Hello,大家好,我是阿哥利 这是2024年的第一个视频 这年是真的过完了 我在这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于本频道的支持 也祝大家在2024年更加牛逼 而我在2024年我会尽可能的多更新一些视频 也会开发很多半自动的或者说是全自动的EA 免费的分享给大家 所以希望路过的观众能够给我点一个关注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多有用的内容分享了 关注过的好心人也可以给我点个赞 让我更有动力的去做这些事情 好,回到正题 我之前在频道里分享过三个我在实盘使用的交易策略 我有详细的去介绍策略的操作细节 包括它的来历 并且也给大家展示了它在实盘上的绩效效果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三个视频 分别是这个P9还有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 我上传了这三个策略的操作细节之后 有些观众就比较好奇 我把它们公开之后他们的绩效表现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所以我今天就做一个简单的更新 更新一下他们的绩效 在最近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分享的交易系统 就是这个Don't Channel这个操作系统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小白学量化P9这个视频里面分享的这个交易策略 这个策略是我在二三年的十月三号分享的 主要使用的就是这个Don't Channel这个指标来寻找买卖点 主要做的就是奥纽和欧加这两个货币队 这里是他们那个时候的盈利曲线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截止今天他们的这个绩效表现是什么样的 其实就是左边这个图是所显示的 表现并不是很突出 但是呢 其实它也是 确实是创了新高的 因为我们当时分享的时候 它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附近的地方 那个时候的最高点是9.2 而最近的最高点是9.5 没有高出多少 但是确实也是创了新高了 这个策略怎么说呢 它的交易频率不高 并且它只是做奥纽和欧加这两个交易品种 所以他们的交易机会就比较少 而且我的风控一般来说是很保守的 所以这个盈利曲线倒是也没有说令我太过失望 感觉还行 哦对了 我今天讲的这些策略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写一下 自己去回测一下 他们的原码我已经分享在我们的内部课当中了 希望大家不要光看 也自己去把代码敲一遍 好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分享的交易策略 就是我们这个视频里面的内容 它主要是使用这个RSI和MA 它就是名字叫做RSI Rewards and MA Filter 它主要就是使用这个RSI和MA去做这个趋势的跟踪 它呢主要就是做澳美和欧邦这两个货币队 这个策略我当时在做视频的时候啊 其实还是很有信心的 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趋势啊 确实比较好 比较 匹配到我们这个策略 它需要的市场环境 所以呢 当时我就觉得 它可能会给我一个惊喜啊 但是截止目前看来啊 这个惊喜还没到 不能说没有 只能说还没到啊 我们看一下截止目前为止啊 这个盈利曲线 其实一直处于 没有创新高 也没有创新低的一个状态 就是处于停滞期了 赚嘛 没赚多少亏呢 也它也确实没让我亏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啊 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啊 就算你这个能力再大 市场它不给你机会啊 你有什么办法呢 尤其是当你的策略啊 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挑剔的时候啊 那么你既然享受了它的优点啊 那么它的缺点来的时候啊 你也要接受它 再说了 它上线示范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啊 去年的9月份上线 并且它上线了 也没有说是让我的账户很受伤 所以嗯怎么说呢 就保持现状吧 等风来 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分享的交易策略 也是我们最后一个视频啊 去年最后一个视频所分享的这个内容 这个交易策略啊 这个交易策略啊 是我很喜欢的一种啊 它是基于时间这个维度的 而且它操作起来啊 很简单 回测呢 也很简单 即便你是手操的话 其实也是毫无压力的 所以我其实是啊 很推荐这一类的这个交易策略的 而且这个策略啊 它也是创新高了 创新高了 没有辜负我对它的喜欢 嗯 除了说它操作起来很简单啊 嗯 验证 验证这个策略的有效性比较简单之外啊 除了这些优点之外啊 我还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啊 就是它的普适性比较强 也可以说它的穿透性啊 比较强 就是它可以作用在很多个啊 投资品种上 嗯 这就代表了 它的交易机会啊 不会太少 而且它的稳健性啊 比较好 嗯 单一的市场的宏观环境啊 并不会太影响我们 整体这个策略的绩效 所以我希望大家 嗯 如果你还没有啊 比较乘手的这个交易策略的话 一定要啊 考虑一下 嗯 这个这个策略啊 因为它真的很简单 很好用 好 这就是我在频道分享的 啊 这三个策略在近期的表现 嗯 有表现好的也有表现一般的 但是如果是把它们全部组合起来 又是一个很不错的投资组合了 好 这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觉有帮助的话 还请给我点个赞 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发表你们的看法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